厨西叶去炸丸子的时候会有个气氛就是全是油嘛 那我们那个年代因为很穷 所以用油来炸猪肉丸子基本上是蛮贵 好像是蛮珍贵的这样 每到过年就做这道菜的感觉会终于过年的感觉 我们那个年代家里都蛮穷的 所以爸爸很怕我们觉得过年没什么食物 所以朋友之间会送一些香肠啊 腊肉 他就会故意挂在院子里 那时候我们都是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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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共十五人家 都有院子 他就把那故意挂在那边 然后爸爸会写春联 我爸爸毛笔是很漂亮 他就自己会写很多春联 自己贴油还会送给别人 然后会买水仙花来种 就是家里就用那个气氛来称多过年 连我女儿长大后 他到了过年太小 我们家没什么特别的西厨 他就也买个水仙花 我爸爸是一个孤儿 所以我爸爸从小也蛮哀怨说 他从来没见过他爸爸 就是他一生出来大概四十天 我的祖父就过世 所以他自己做爸爸的时候 他就用想像的爸爸 想像爸爸是什么呢 就跟所有缺席爸爸刚好相反 他不但不缺席 他每件大小事情都安排 写日记 要检查 写读后感 然后回到家里吃饭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眷恋 眷恋人生又眷恋孩子的 眷恋家的一个人 那他眷恋的方式就是 就是觉得我有孩子 我的生命有延续 越黑风高 然后是一个水池 那个底下很多石头 他就跳着石头追 那这个女人非常高大 抱着我 跑得很快 他追不到 我忽然觉得这幅画 好像就是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就是我爸爸其实 对于我期待很高 因为我是第一个男生嘛 他对于长子的要求就很严厉 希望我成就啊很高啊什么 对我期待很深 所以他又很怕失去我是因为 我是他好像可以传承他 人生命运的一个人 他希望他以前失去的那个 在中国大陆 那个福建西边山区的那个家 的家族失去了 有在台湾重新有个新的家族 他怕失去这一切 我现在记忆中最深就是 我爸爸想到最后 有一个春年写平安快乐 我就站在卧室 就睡觉的时候 一醒来看到平安快乐 那个春年贴下去 爸爸走座屋里面 就没有再写春年嘛 那个反而是最后一个春年 那最后一个春年 我时常看到平安快乐四个字 突然觉得 这四个字蛮好的 所以后来我要是给朋友祝福 就像我简讯嘛 平安快乐 打个句号 其实我一直在延续爸爸 最后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平安跟快乐